很多人都说他杀了江洪远 就连灵婉秋自己都不知如何辩解的时候 江洪远却如此说 我相信他 洪远啊 这事儿你可不能犯糊涂 若是你执意要保灵婉秋 那就别怪咱们去报官了 到时候官府是要将你和灵婉秋一起抓的 你包庇他 就是从犯 劳烦各位操心了 红伯没有死 红灵去找代夫了 各位请回吧 我家穷 没有茶水招待各位 什么 江洪远没死 不可能 林夏之不信 说着就往江洪远的屋里冲 却被江洪远一脚扫 把林夏之扎子的狗看 江洪远 你这是做啥 你弟弟既然没死 你咋就不敢让咱们瞧一瞧 哼 凭啥让你瞧 这是老子的家 给老子过 否则老子将你们扔出去 好话不说二遍 你们要是不信就去报官 只包不住火 你护得住他一时 护不住他一世 你这个时候后悔还来得及 否则休怪我将你赶出靠山村 这个年代被村子赶走 衙门是会在户籍上记一笔的 这样的人上哪都安生不了 大哥 你回来了 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让大家伙跟着担心 你说你 村里明明有郎中 你咋把这不知根知底的人 给带回来了 徐郎中不肯给我开门 我没办法 就只能去外村请郎中 快带郎中给你二哥瞧瞧上 好啊 林婉秋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是故意要看全村人的笑话 耍着咱们玩儿呢 咱们一村子的人都来了 你为何不跟咱们说清楚 一个黑了心盖的 存心让全村人丢脸是不是 同远家的 你这就过分了 咋不跟大家伙说清楚呢 哼 从你们进门开始 我就说我没有杀人 你们没人听见吗 感情大家伙儿的耳朵都有毛病啊 那可不好 有病的痣 不过全村人耳朵都有毛病 是不是靠山村的风水不好啊 或者是 村长的八字 根靠山村相可 林婉秋你 你什么你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还是你们觉得 我男人没在家就好欺负 一个村的人来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 鸵娘们也好意思 就是这样 你越忍了 有些人了 就越愿意欺负你 可是 你若是能强硬起来 想惹你的人 就会掂量掂量后苦 果然 林婉秋这番话一出 村里人像不认识她的一般 惊讶地看着她 林婉秋你得意啥 江洪博没死 不代表你没杀她 等江洪博醒了 我看你还能得意啥 江洪眼 这么恶毒的媳妇 我劝你还是想想清楚 你现在护着她 将来搞不好 她怎么弄死江洪博的 就会怎么弄死你 想林婉秋死的致命 让林夏至强忍的记忆 继续地挑活离间 不管最后结果 怎么样 她都不愿意 林婉秋能好 你们不服气 就去报官 别在老子家里嚷嚷 鬼 都给老子过 江洪眼 你不使好人心 你等着 等着被林婉秋弄死 等着林婉秋 给你戴绿帽子 你弟弟没上到要嗨 只是小上 他只是肾子太虚了 所以才会运过去 只要好好养几天就成了 看着离去的郎中 村长等人的脸色 精彩极了 这就说明 江洪博没事 他们来闹 就是不战了 这个时候 村民们就开始记恨气 嚷嚷着林婉秋 杀人的人来了 今天的事刚开始是个误会 我也相信作为村长 不可能谁家都出人命了 他还能坐视不理 对对 都说你杀了人 我肯定要带人来看个究竟 对于林婉秋 识相地给自己台阶下 村长很满意 自然是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可说实话 若是今天我男人没有立刻回来 说不定我已经被你们呈堂了 我没有杀人 可你们却不问青红赵白 就将我呈堂 你们就是杀人犯 我便冤死了 我听说 冤死的人魂魄 不能进轮回 既然不会进轮回 那自然是留在这时间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直到魂飞魄散 林婉秋冷笑着说完这段话 这个时候的人都敬畏鬼神 所以我奉劝大家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 一定要报官 让官府来判 这样 不管最后结果冤不冤枉 都跟你们没关系 事情已经清楚了 我也不追究到底是谁非要坚持让我呈堂 反正坚持让我呈堂的人 不但想害我 还想害村里的其他人 林婉秋三两句话 就挑起了村民们 对林夏之妇女的不满 因为 从始至终 都是林夏之妇女 穿夺她们 沉堂林婉秋 哼 竟然散截到我面前来了 现在看来 他们不但想要离婉秋死 还想让全村人都成为杀林婉秋的凶手 到时候就算江烈狐回来 媳妇没了 就是要找人报仇都不吵 这两妇女真这样的打得好主意啊 咳咳 杰儿既然是场误会 那大家就都散了吧 你们好生照顾老二 若是有啥要帮忙的尽管来跟我说 江大哥 这是你买回来的东西 我都一直守着呢 没让不要脸的城买社的雀 杰儿多谢你们了 现在家里乱 我也不留你们 等改日家里顺当些了 再找你们来喝酒 多谢两位大兄弟 杰儿要是没有你们维护一二 我怕是已经没了 嫂子 这是咱们该做的 江大哥平常没少帮咱们 就是 谢来谢去的伤情分 那啥 你们忙 我们走了 好好的睡一觉 我就在外头 你有事喊我一声就成了 江 远哥 谢谢你 江洪博还没醒过来 如果江洪远回来就信了那些人的话 我便没命了 可是他说信我 就是他的信任与维护 让自己能够脱险 能够活下来 林婉秋并没有意识到 在他心中对江洪远的印象从内举 我信开始就发生了改变 谢啥谢 你不是说了吗 我是你男人 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 还当啥男人 干脆拿剪刀 将裤裆那坨东西剪了了事 唉 我就知道不能跟这个男人多说话